约书亚记第十八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聚集在士罗 把会幕树立在那里 因为那地在他们面前被征服了 以色列人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得着产业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赐给你们的地 你们迟迟不去占领要到几时呢 你们每支派要选出三个人 我要派他们去 他们要启程走遍那地 把各支派的产业描绘下来 然后回到我这里 他们要把地业分作七份 犹大留在南方他们的境界内 约瑟迦留在北方他们的境界内 你们要把地划分七份 然后把图样拿给我 我要在这里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为你们抽签 立位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业份 因为耶和华祭司的职份就是他们的产业 迦德支派 刘本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 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产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分给他们的 那些人启程前去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那些前去绘画那地的人说 你们要去走遍那地绘画地形 然后回到我这里来 我要在士罗这里 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抽签 那些人就去了 走遍那地并绘画下来 把众城分作七份记在册子上 然后回到士罗营中约书亚那里 约书亚就在士罗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抽签 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他们的支派 把地分给以色列人 宾亚敏支派按着家族抽了签 他们抽签所得的境界 是在犹大子孙和约瑟子孙中间 他们的疆界北边是从约旦河起 向上到耶利哥的北边 右向西上到山地 直到伯亚文的旷野 又从那里向南经过路斯 路斯就是伯特利 再下到亚他律亚达 靠近下伯和伦南边的山地 又从那里延伸 绕到西边再向南 从伯和伦南边对面的山起 直到犹大人的城基列巴利 基列巴利就是基列爷林 这是西方的疆界 南方的疆界是从基列爷林的边缘起 向西伸展 去到尼弗多亚的水泉 又下到新嫩子谷前面的山边 就是利法英谷北面的山 再下到新嫩谷 去到耶布斯人的南边 又下去尹罗杰 再转向北 伸展至尹士脉 去到亚东明斜坡对面的基利路 又下到刘本的儿子波罕的磐石那里 又经过亚拉巴对面山坡的北边 直下到亚拉巴 又经过伯和拉的北边 直通到沿海的北湾 约旦河的南端 这是南方的疆界 东方的疆界是约旦河 这就是变亚敏各家族所得的产业 四维的疆界 变亚敏之派按着家族所得的城 就是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鸡变 拉玛 比鲁 米斯巴 鸡飞拉 摩萨 利坚 伊利皮勒 塔拉拉 喜拉 以利福 耶布斯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基比亚 基列 共十四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就是变亚敏人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这就是变亚敏人的村庄